这里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经常忽略的一个宝藏景点 这里就是王老板捐资十个小目标复建起来的 当年有着中世纪世界第七大奇迹之称的南京大报恩寺 里面到底有多美 点赞收藏跟我走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 进来之后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这座寺庙 它的前世今生 其实这个地方历史非常的悠久 它可以说是中国南方地区佛教的一个起源之地 因为我们都知道全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庙是洛阳白马寺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第二座寺庙是哪里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这里早在三国的东吴时期 孙权就在这里建了一座建出寺 因为是整个江南地区的第一座寺庙 所以叫建出 而这座寺庙因为历史和战争的原因 每个时期都有毁坏又重新建起来 所以名字不同 但是地底下的地宫从来没有变过 它发展到了宋代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寺庙 叫做常干寺 到了明朝的时候 常干寺已经不复存在了 明臣祖朱棣为了报父母恩 就在这里建起了一座 非常富丽堂皇的皇家寺庙 叫做大报恩寺 而大报恩寺这座皇家寺庙里面 最有名的就是它的一个主体建筑 有一座琉璃宝塔 这座琉璃宝塔当年是整个南京城的最高建筑 也是整个南方地区持续三百年的第一高的建筑 可惜的是在太平天国年间毁于战火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当年留下来的一部分遗址 中间是有一条玉道 也就是皇家寺庙皇帝来礼佛的时候走的 叫玉道 玉道的中段还有一个残存的石桥 这叫香水河桥 而玉道的左右两边各留下了一块玉碑 那边一块就是永乐碑 也就是朱棣年间的 这边还有一块叫做宣德碑 就是朱棣的孙子朱瞻基年间留下来的 那这段历史又是怎么回事呢 进去之后给大家慢慢讲 进来之后里面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非常的好闻 这也叫香薰玉 它能够让人少一些浮躁 多一些宁静 往前面能够看到一组 以须弥山香水海组成的 叫做洗心池 到这个地方可以在这里去洗洗手 这叫静心洗尘 就像高僧神秀当年讲的一样 深如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世 末时惹尘埃 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像菩提树一样 我们的内心像明亮的镜子一样 我们需要经常去擦一擦 不然上面就会落灰了 有了灰尘就不再干净了 这座福岛上面展示的就是大包安寺的模型 背后的影像讲述了大包安寺的前世今生 这座寺庙当年是朱棣下旨建造的大航海家政河 负责现场督工 历经了永乐 洪熙 宣德三位帝王 一直到朱棣的孙子宣德皇帝朱瞻基年间才得以建成 前后跨度长达十九年之久 是一座妇女堂皇的皇家寺庙 寺内的牛离宝塔更是享誉海内外 被称为中国第一塔世界第七大奇迹 可惜的是在太平天国内讧期间 城内的北王伟昌辉担心城外的翼王十大开 占领大包安寺塔向城内开炮 秉承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原则 直接在明城墙上架大炮 把大包安寺塔给炸掉了 一度被称为世界第七大奇迹的大包安寺流离宝塔 就此化为灰烬 转过来之后有一个绝美的场景 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千年对望 我们的脚下是莲花灯的踏步 走上去它就会亮 相传佛陀出生的时候 它就会走路就会说话 它当时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走了七步 每走一步脚下就会伸出一朵莲花 这就叫步步生年 这里表现的就是佛陀出生时的场景 莲花也是佛家最圣洁的花卉 步步生年的尽头 有一尊水晶佛头 这也是电视剧《风起洛阳》中的水晶佛头原型 面对佛头打坐的这位高僧 就是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 当年玄奘法师西行到达古印度的时候 佛陀已经裂盘了一千年 玄奘法师和佛陀的顶古设立 同时遗藏在大包安寺的地宫底下 也是一千年 所以这一组雕塑的名字就叫做千年对望 在千年对望的一侧 还有一组大型的精美琉璃构建 就是这一座琉璃拱门 这座拱门就当年琉璃宝塔上的72座拱门之一 上面都刻有大鹏金翅鸟 龙子龙女 摩羯鱼 大象 飞羊和狮子等图案 精美绝伦 不过这是一件复制品 原物更美 在南京博物院里面就有一件 两边的展柜里面还展示了部分的远见 像这一块就是当时其中一个琉璃拱门拐弯的地方 上面图案是摩羯鱼 都是五色琉璃烧制的 非常精美 当年这座琉璃塔上面的这些构建 烧制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因为很多都不是标准建 用量又很多 所以当时所有的琉璃构建都烧了三套 一套用于建塔 另外两套做好标记 深埋在地下 以便后世维修的时候用于替换 是不是思想很招前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 因为用量大烧制蓝 所以当时朱记在南京设置了72座官窑 用来烧制这些琉璃构建 如今我们还出土了其中的两座官窑 一座在朝天宫附近 一座就在这里 这一座就是当年烧制琉璃构建的砖窑 这一座也是原址原物 2008年的时候 大包安寺的地宫进行考古 后来出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国家一级文物 佛家的圣物宝物 佛顶真骨的设立 当时这个设立是里三层外三层 放在一个特殊的容器里面 这就是当时的第一层石函 石函打开之后 里面还有一层铁函 铁函再打开之后 里面还有一件金光闪闪的阿鱼王塔 阿鱼王塔再打开 里面并列着两件器物 一个银果 银果里面是一口小金冠 金冠里面就是最神圣的佛顶真骨设立 金冠银果旁边还有一个大小银河 银河里面还藏有感应设立和诸圣设立 当时出土的这些器物在这里都能够看得到 那凭什么能够肯定金冠银果里面就是佛祖的顶古设立呢 首先佛教经典上要有记载 这个我们在《扎阿含经》和《阿鱼王传》当中 就找到了佛陀涅槃时留下设立 后供奉于东方的相关记载 其次空间上要有传承 我们在《景定健康志》和《补序高僧传》本传当中也找到了答案 宋朝的时候 古印度高僧师护法师来中国弘法 他把佛陀顶古设立带到了中国 又被当时的皇帝宋真宗交给了精灵天玺寺的著石 可证法师并建塔供奉 第三事实上要能印证 然后我们又在这座石函的上面 发现了清晰的《摄立十函记》 刻有《施护献佛舍利》的明确记载 这又和《景定健康志》上的记载完全吻合 所以世界佛教界都对此地出土的佛顶真骨设立 一致认可没有意义 这一件就是第二层放在石函里面的铁函 这一件就是放在铁函里的第三层 七宝鱼王塔 这座宝塔是我们迄今为止 发现的同一类型的鱼王塔当中 体型最大的 工艺最复杂的 制作最精美的一座 所以它也被称为塔王 它是可以上下打开的 它的材质并不是黄金的 它的内胎其实是檀香木的 外面包的是一层银皮 上面还镶嵌了452颗 佛家七宝当中的各种金银宝石 它的四面还刻有皇帝万岁 众臣千秋天下明安 风调雨顺 这绝对是来自一千多年前 最好的祝福 这个场景叫莲池海会 里面的人物都是在南京历朝历代的高僧大德和新佛信佛的这一些皇帝们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朝时期的梁武帝和高僧宝智禅师 这个展厅里面有两块大型的东洋木雕 非常值得一看 尤其是这一幅 这上面有许多的老外 讲的是中外交流的一些故事 左上角的这一位叫做达摩祖师 中间的这一位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 他在和大邦斯的助持雪浪大师变法的一个场景 也是西方的基督教和佛教的一次正面交通 在画画的这一位叫做尼霍夫 关于大邦斯的传播 他的功劳最大 早在1655年的时候 河南东印度公司就派出使团访问中国 先后路过南京两次 加起来停留的时间将近一个月 当时荷兰的使团当中有一个管事 他的名字就叫约翰·尼霍夫 他是一名著名的探险家 特别擅长诗歌 绘画和音乐 尼霍夫在中国创作了大量的写生素描画 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字资料 其中就有大邦恩寺的琉璃宝塔 尼霍夫回国之后出版了一本 尼霍夫中国游记 定名为河南共和国 东印度公司大师敬业中国皇帝记 迅速在欧洲引起了轰动 此后该游记的各种版本一本层出不穷 在游记当中 附有以他的素描绘制的150多幅铜板画 其中就有大邦恩寺琉璃宝塔的全景 也是尼霍夫画的所有中国风景画当中最好的一幅 堪称大邦恩寺琉璃塔 在没有摄影技术发明之前最美的特写 尼霍夫的游记 尤其是他描写的这个大邦恩寺琉璃塔 在欧洲当时掀起了一股南京磁塔热 这座古老的东方磁塔在欧洲一时间是家喻户晓 成为了时尚的标志 像法国 英国 包括瑞典等国家的皇室 都在他们的皇家园林当中去效仿 中国的这个建筑刮起了中国风 甚至在意大利直接克隆了一个南京的磁塔 后来有一个专门写童话故事的作家 也看到了这本书 这幅画 这座塔他也特别喜欢 于是他就把这座中国磁塔写进了他的童话故事里 它就是安徒生 我刚从中国来 在磁塔周围跳了一阵舞 把所有的钟都弄得叮当叮当的响了起来 这就是来自安徒生童话 《天国花园》里面的一段描述 故事中的磁塔讲的就是南京的大包恩寺琉璃宝塔 南朝484 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的这一首《江南春》 每个人都可以说是耳熟冷详 南朝的时候 南京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寺庙呢 都是因为一个人 就是他 他就是南朝时期梁代的开国皇帝梁武帝 梁武帝非常幸福 他在位期间曾经四次舍身当时的皇家寺庙 金陵同泰寺 每次他想建寺庙修佛像的时候 担心大臣们不同意 他就会往同泰寺里面一躲 不出来了 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啊 这个时候大臣们就会花钱来寺庙里 将他赎回去继续当皇帝 有了钱他就继续建寺庙修佛像 后来还上瘾了 同一个方法玩了四次 当时他还在同泰寺里面颁布了断九肉文 规定凡是出家的僧尼 从此以后不许吃荤 因此佛家的素食也是从南京开始的 这个场景就是当年的梁武帝和达摩祖师论法的场景 达摩东渡到中国之后 从广州登陆 第一个来到的城市就是南京 当年这两个人论法因为意见不同 最后是故欢而散 达摩就一尾渡江北上 去了今天的河南松山 然后在松山的后面找了一个山洞 面壁九年 开创了中国禅宗 它便成了中国禅宗的初祖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 当年梁武帝和达摩祖师相谈圣欢的话 那么中国的禅宗祖庭 也许就不是河南少林寺 而是南京基民寺了 大包恩寺的琉璃宝塔 为什么能够让西方人赞不绝口 还被称为世界第七大奇迹 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我们先来看看一座 由东南大学设计团队 根据古画复原设计的一座 大包恩寺塔的模型 看到没有 当年大包恩寺总共有几大特点 第一它的高度是72.8米 相当于26层楼那么高 比当时的南京明城墙还要高出两倍 妥妥的南京第一高楼 从建成到毁坏 三百年间一直都是中国南方地区的第一高塔 第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琉璃宝塔 这么高的塔 通体都是用五色琉璃烧制而成 不用寸木寸丁 采用的都是笋某结构 而且还有各种精美的浮雕图案 烧制的难度极大 工艺极其精美 古法流离至今都无法完全复刻 第三 塔上面还设置了146盏长明灯 24小时灯火通明 因此寺里面还专门设置了一座油库来提供灯油 就连天灯油和减灯芯 每天都需要100个小和尚才能完成 另外塔上面还有144扇窗户 全部采用的是用贝壳打磨而成的明瓦来做装饰和采光 第四 这塔上的每一处飞檐翘角都设置了同志的风铃 一共有152个风吹铃响自尽其意 可以感悟人生 整个塔有高度有美感 有声音有图像 所以它才被称为世界第七大奇迹 只是不知道当时设计这个模型的时候 是参照的哪幅古画 这个上面居然一个铜铃都没有 风铃对话感悟人生的意境也就没有了 这里面是不是特别的酷炫夺目 这个部分叫做射力佛光 它是由84,000盏可以变换颜色的彩灯组成 相传佛陀涅槃石一共留下了84,000枚真身射力 阿异王在世界各地建84,000座佛塔供奉 所以这里又象征着佛家的84,000法门 中间是一尊佛陀的卧像 也是它的涅槃像 卧像的背后有四尊佛像 组成了五方五佛的一个格局 分别是东方阿处佛 南方宝身佛 西方阿弥陀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中间就是毗卢遮纳佛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释迦摩尼佛 大日如来佛 他们都是同一尊佛 这个部分讲述的是 九色路救人 伤人忘恩负义的故事 其实九色路就是佛陀的其中一世 那佛陀和这个路有很多事都有交集 比如说他初次传法的时候就在路野院 在大包恩寺里面还有几棵非常神奇的五谷树 经常被大家忽略就是在这个小院子里面 这几棵看到没有 五谷树之所以神奇 主要是因为它春天开花 夏天结果 结出来的果实多种多样 有的像水稻 有的像小麦 玉米 黄豆 高粱等各种五谷杂粮 因此得名五谷树 据说这种树是明代的航海家郑和夏夕阳的时候带回来的 后来逐渐在中国扩散 民间传说五谷树结出来的果实形状还能够预示当年对应的谷物丰收情况 是不是很厉害 既然是报恩寺这里面的报恩体验区也一定要去看一下 父爱如山母爱如水 他们是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 父爱是那盏明灯 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 母爱是那把大伞 为我们遮风挡雨 在这份爱的庇护下 我们才能茁壮成长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趟单程列车 我们在长大的同时 父母也在变老 羊羔上知贵乳 乌鸦也知反哺 父母的养育之恩是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还的 树欲尽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带 报恩要趁早 这个场景叫因缘台 其实也是菩提悟道的一个场景 大家都知道当年佛陀是在菩提树下立地成佛的 这个场景特别的唯美 象征着大家的一个思想开悟 所以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都喜欢选择在这里面 拍一张美美的时空对话 明清时期的寺院格局大部分都是狼院式的 除了中州县上主要的建筑以外 两侧都是用走廊围绕连接 不论是天晴下雨都可以供游人参观 当时的大包安寺走廊两侧有很多的壁画 所以这里的走廊也被叫做画廊 据史料记载 大包安寺的画廊有118间壮丽甲天下 这里是复原了的一段南画廊 北画廊已经是历史遗存了 设计师用的是一种悬柱的方式 做了一个情景再现 地势是自西向东 由低到高 依然可以感受出当年的宏大规模 画廊出来就是在古塔原址上 附建起来的新大包安寺塔 同样是九层八面 同龄飞挂 不过这个塔的材质并非无材流离 而是新型的玻璃缸材质 因此这座塔也被很多网友诟病 说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座 没有完工的烂尾楼 交手架都还没拆的感觉 关于这一点 设计专家给出的答案是 为了保护千年亨土地宫 不会因为沉重超负荷而坍塌 顾尔才选用了比琉璃 轻很多的玻璃缸材质 你别看它白天普普通通 可是到了晚上 灯光一亮 流光溢彩 美轮美奂 绝对是南京城的一个地标建筑 接下来的重头戏 就是进地宫登堡塔 走 这个里面就是千连地宫了 也是佛艇真谷出土的地方 在这个玻璃的下方 就是当年的大宝斯琉璃塔的塔基遗址 同样也是宋代常干寺的地宫 距离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它不同于北方的横穴式地宫 这里是典型的南方树穴式地宫 距离表面6.74米 是目前我们国内发现最深最大的树穴式地宫 2008年的时候 我们在地宫里面发现了 石函 铁函 七宝六金 阿谀王塔 一批国家一级文物 在阿谀王塔的里面 还发现了一份金冠银骨 一份大小银河 分别藏有佛顶真谷和感应设立 根据石函上的碑文记载 公元1011年可证大师 获得了宋真宗的一个恩准 重修长干寺塔 并移埋了佛顶真谷 感应设立以及诸盛设立 据2010年盛世崇光 整整是一千年 专家考证明代大包安寺 原封不动地沿用了宋代长干寺的地宫 江南地宫一般都是砖石结构 但是我们这里的千年地宫 却是夯土结构 现在地宫的上方 供奉的是感应设立 感应设立也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设立 公元247年的时候 来自西域的一个高僧叫康僧慧 到江南的东吴弘扬佛法 说佛陀涅槃后留下了神奇的设立 坚不可摧 但是这里的人根本就没见过设立 也没有听说过佛法 也不相信他说的话 于是乎当时的皇帝孙权 就给了康僧慧七天的时间 让他求得感应设立 但是第一个七天和第二个七天都过去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设立 最后康僧慧一再请求孙权放宽时间 终于在三七二十一天的时候求得了二十一颗感应设立 而且乌坚不摧 东吴大帝孙权觉得非常神奇 并为其在南京建造了江南的第一座寺院 建出寺 以及阿玉王塔来供奉感应设立 从此江南大帝佛法大兴 因此常干礼也被称为佛陀礼 康僧慧献舍礼的故事 还在敦煌墨高窟的第三百二十三窟壁画当中被记载了下来 那么当年地宫当中出土的最珍贵的佛顶真谷设立长什么样呢 来来来 看这里 这里有一张佛顶真谷设立照片放大之后的样子 释迦摩尼的头顶骨全世界仅存一块 是佛教界至高屋上的圣物 原物是直径五厘米 宽度三点五厘米 颜色是黄白色 有清晰的发孔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头骨 现在是长期供奉在南京牛首山的佛顶宫当中 看完地宫就可以灯塔去了 这里面是有电梯的 而且是直灯八层 欲穷千里屋 更上一层楼 登顶了 果然是站得高 看得远 站在这个地方 往下看 可以看到南京的外勤怀河 也就是我们的护城河 在外勤怀河的旁边 就是天下第一瓮城的中华门城堡 以及我们蜿蜒雄伟的南京名城墙 如此秀美的景色 你想好 带谁来玩了吗 送入箱 我有点好看 我看我 就会有点好看